五角大楼传出新动作 目标直指头顶 或许北斗有关 美国人再不动手就晚了 今年8月 美国的太空军司令部就已经成立 尽管其完善的过程还需要几年 但一位重要的官员近日透露称 太空军司令部的出现 正在影响国防部与工业伙伴的沟通方式 为此他们可以计划一个大动作 而目标就在我们头顶之上 联合发射联盟的负责人布鲁诺在近日表示 所有的一切正发生着积极的变化 而五角大楼现在正在做一项工作 据美国空军方面传出的消息称 美国似乎正在着手使用军事手段 来确保他们太空资产的安全 而新一代GPS的增强技术就是其中之一 据说美国太空司令部才成立不久 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完善 为什么现在给我们一种 他们非常着急的感觉呢 有分析人士指出 这或许就与中国的北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据前不久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传出的消息称 中国的北斗三号卫星系统 预计在明年六月底前 就能完成所有卫星的发射 提前半年完成进度 届时 北斗将为世界贡献一个覆盖全球 性能先进 一流的卫星导航系统 而这显然不是美国人想看到的 凭借着GPS系统 美国对世界多国进行着掌控 尽管在北斗出现之前 GPS并不是世界上的唯一 但能和GPS比肩的几乎没有 但随着北斗走向全球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 同时北斗展示出的强大性能 也让美国发现 GPS遇见对手了 因此 GPS的增强势在必行 据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显示 美国空军于10月21号 紧急升级了GPS地面系统的功能 以确保他们能在今年12月 接收最新的GPS三星卫星 可见美国人确实是非常的着急 也难怪有人表示 GPS再不动手就晚了 美美表示 GPS三星卫星最终将用定位 导航和定时信号代替传统卫星 该信号的精度 强度是当前系统的三倍和八倍 他们还将提供M代码 供军式使用 而现在似乎就只剩下一个问题 他们是否能如五角大楼所期待的那样 五角大楼这个瞄向头顶的大动作 是否能成功 时间最终会告诉我们答案 毕竟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说法 雷神公司的GPS运营控制系统 已经比原计划落后了五年